国定古迹卢州里宅 虽然建筑的风格相当的朴实 但是仍然可以透过不同的工法 看到它的象征意义 以及不同于当时其他台湾建筑的特色 占地千多坪的卢州里宅 是三落四合院的建筑模式 其中第二落也就是中厅 是接待外宾或是外人的地方 因此地面的瓷砖 采人自弃 代表人来人往 谈到卢州里宅的建筑特色 就不能不提到整座宅子 完全没有用到木造的柱子 而是完全采用砖柱 连相当高的将军柱 也是以砖头堆砌 卢州里宅我们刚刚有提到 有红砖跟棋验室 在卢州里宅的柱子 很特殊的 全部是用砖柱 这个可能在其他地方 你是找不到的 比如说我们最 重要的将军柱 这么高的将军柱 也是用砖头去叠气起来的 我们卢州里宅没有用到 木的木造的柱子跟 石材的柱子 完全是用砖柱 这因为里宅的建筑 多以砖器为主 加上没有过多的装饰 这在当时大户人家来说 是相当少见的 也展现处理家 朴实 简约的风格 记者沈仲林锦鱼 卢州采访报导